從兩條二次曲線 3x平方-y平方-4x-1等於0 x平方-2x-y等於0 如果把y代掉 把y代掉的話 s平方-4次方 所以這個東西要解一個1元4次方程式 它最多有四個根 四個根代表四個焦點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方法可以怎麼降結 降成一個二次曲線跟一個直線取交點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一個二次曲線 我就舉個例子 比如說它有可能是雙曲線的 它也有可能是雙曲線的 我這個只是舉個例子而已 有可能兩個是橢圓 有可能是一個橢圓 兩個是雙曲線的 這個都有可能 有可能兩個是雙曲線 兩個是雙曲線 兩個是雙曲線 那交以四點 那交以四點的時候 我現在有個辦法怎麼做 我就說 我把它弄成一個所謂的什麼呢 曲線系 二次曲線系 所以我說 我就定 這二次曲線系的話是這個東西 -4x-1 跟直線系是一樣的 我就把它加什麼 加k s0y-2x-y 等於零 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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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式經過這兩個曲線的交點 一定會經過這條曲線 對吧 是不是 環式經過這兩條曲線的交點 一定會經過這條曲線 就是說 這條曲線的話 它是什麼呢 它是通過他們交點的 那個什麼呢 曲線系 這曲線系的話 我可以定它的判斌式等於零 判斌式等於零的話 如果萬一它是一個雙曲線類型的話 那麼它就是相當也是兩條什麼呢 相交直線 那這兩條相交直線的話 它會通過什麼呢 通過四個交點 那通過這個交點的話 那這個退化 這個兩條相交直線 是一個退化的雙曲線 那我退化的雙曲線的話 我就變成什麼呢 變成一個退化的雙曲線 變成兩條直線 那兩條直線的話 跟什麼呢 跟某一個曲線 你就隨便取一個比較簡單的曲線 比如說你把它連立 那連立的話 變成這個東西的話 你令它的papes等於零 那papes等於零 你以後的話 那就得出什麼呢 得出退化的什麼呢 退化的直線出來 那這退化直線出來 退化直線 你再跟其中的一條曲線 取什麼取交集 那這樣會比較好算 對不對 不然你解什麼呢 解那個四次方程式的話 不好算 聯考也有這個題目 不過聯考這個題目的話 它事實上不必這麼好 它事實上很好心就是說 它剛好雖然是四次方程式 但是它很容易因式分解 所以就直接因式分解就好 但是這一題的話 不容易因式分解 不然我們再看 我們看看的話 它容不容易因式分解 我就把y平方帶掉 3s平方 減掉了多少 你看它那個答案 就不能因式分解 不容易了 因為它裡面的答案有根號 2跟5等等 對不對 所以一看的話 就不容易因式分解 外點到 x平方 減掉x 平方 減掉4x 減1 對吧 對吧 然後 這個 3s平方 減掉 所以這裡有4次方 對吧 所以x的4次方 負的x是4次方 減掉多少 減掉那個3次方 21b 4多大 不負的x 4多大 x3次方 21b 再加多少 再加2的4 4s平方 對不對 再加3 所以是7 7s平方 再加4x 再加1 再加1 再加4x 再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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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能不能因式分解 很難看出來 對吧 因為它的解的話 都好帶根號 這不容易 好 那我有個辦法 這個辦法是說 我就把它帶曲線器 3x平方 減y平方 減4x 減1 加2 加k s平方 減2x 減y 同一個 對吧 然後我給它整理 我給它整理 我給它整理 整理在這裡 加k s平方 減y平方 減掉兩倍的落差 2加k x 減ky 減2b 減1 減1 減Y 3加k 減0 減1 減2加k 這是2分之負K 負2加K 2分之負K 這負1 然後我經過什麼呢? 經過那個 我領到等於0 我這個有經過計算 經過計算的話 得到的答案是這個樣子 1減掉4分之K0 加上K加2分之0 那這裡可以抽出一個K加2 為什麼? 因為這裡的話 我把4抽出去 這變成4 減掉多少? 4減K 這裡可以抽出一個2減K 2加K 所以這裡有2加K 這裡有2加K 所以可以抽出來 其中有一個根型 K等於負2 那你只要這個就可以 當然你要稍微判斷一下說 它是不是呢? 橢圓形的 萬一如果是橢圓形的話 那就不行啊 它一看不是嘛 為什麼? 因為你K負2的話 這是1 1乘以負1的話 就負1 所以變成雙舉線型 那你K如果負2的話 帶回去的話 這個方程式 它一定可以什麼? 一定可以因此分解啊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退化的雙舉線 所以它是兩條香蕉直線 這個就是一個手段 一個處理的手段 所以K等負2的話帶進去 負2的話 我把它帶進去 負2的話就是 負2是x平方 -y平方 然後呢 減掉多少 這個負2帶進去就等於0了 負2是正2y Y-1的話等於零 這樣子的話我就可以 可以給他這個因子分解 因子分解的話這個好像可以平衡 減掉Y-1的平衡等於零 這三項是這個 X-Y-1 X-Y-1 這個-這個 這個-1 沒問題 這兩條直線 我再跟這個曲線連立 那就可以求出四個焦點 我們開始連立 我開始連立的話就跟這個連立 X-2-X-Y-1 X-Y-1 然後我把Y代掉 把Y代掉 Y等於 負Y 負Y是等於 負的X-1 所以X平方 負的X-1 負的X-1 等於零 所以就是X平方 負的X-2 負的X-5 負的X-1 沒有算錯吧 沒有算錯 沒有算錯 所以就等多少 等於2A分之負B 加減更好的V0 減4H 加4 對吧 所以等2分之3 加減更好13 因為這是Y等於 這個就是加1 所以Y就等多少 這把他加1 2分之3 加減更好13 加1 2分之5 加減更好13 有問題 有問題 有問題吧 那就兩個點了 上面正了一個點 下面正了一個點 好 再來 再來就是X平方 減2X-Y 跟什麼 跟另外這條直線 S加Y 減1等於1 跟他連理 對吧 好 那跟他連理的話 那我就 插到這個好了 我把他連理嘛 我把Y帶進去嘛 Y的話 1減1個10 S平方 減2一個10 減1個10 等於0 所以是S平方 這負的正 減1個10 減1等於1 所以等到 2A分之5V嘛 加減更好 D0 減4H加4 2分之1加減更好 有問題 然後呢 這Y的話 是等於1減了個10 這Y 就等於1減了個10 2分之1加減更好 所以等於2分之多少呢 1減1加減更好 是不是 所以他上面把這個減的 這個減這個減的 他有四個點 這兩個點 上面一個下面一個 所以總共有四個點 這裡兩個點 這裡兩個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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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 等於 等於吧 1 2 2